他們要用水溝直接灌 我想說那是開玩笑吧 搞不定開畫面 他們真的弄來馬達 真的把這個水 直接衝到隧道裡面 原本哈馬斯的人也在裡面走過 突然間 欸不對 怎麼會有水的聲音 衝到日子之後 他們之後往上跑 又往這個地道口跑 結果沒想到 以色列軍方在這個地方 你頭看出來 啪啪就直接把你幹掉了 就在昨天 伊朗東部的油槽 居然發生大爆炸 發生大爆炸 它是 它是18個油槽 接連爆炸 本來以為說18個只有15個 沒有 全炸光了 炸光了 大家都說 是以色列出手的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伊朗的東部的 這個比爾藏德的特別經濟區 這裡面有個非常大型的 這個所謂煉油槽 就煉油槽裡面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噗噗噗噗噗 突然大爆炸 那大爆炸的這個狀況 那邊有18個這個燃油槽 18個油槽 燃油槽全部都燒光光 那時候你看 因為燃燒的非常多 非常久了一個時間 然後這個衝滿地的黑煙上去 對 衝上雲霄 那伊朗人都覺得說 發生什麼事情 就在這幾天的時候 因為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沒辦法去灌救 就讓它自然燒完 燒完 秀都沒辦法救 因為這溫度太高 所以眼睜在看它炸光 對 一共燒了150萬公升的 燃油就這樣把它燒掉了 那燒掉之後呢 伊朗目前為止 他們也沒有說是誰幹的 但是呢 保證這樣 大家明眼一看就知道說 這是以色列幹的 以色列 對 以色列要發出個訊號就是 叫你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陳昱文講說 你如果在伊朗 對 你在伊朗發生了 奇怪的大爆炸 沒錯 通常都是以色列幹的 對 那以色列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他現在呢 已經把這個哈馬斯 快要把它幹掉了 所以他希望說 在我這個緊要關頭 你伊朗不要動 所以他先給你動手 把你的燃油炸掉 給你一個示威的動作 所以說加薩走廊這個戰爭 已經在收尾階段 對 好我們先來看 這是加薩走廊的這個地圖 目前為止 粉紅色的部分 就是目前以色列佔領的這個區 他現在 他有個中心地帶 為什麼沒有佔領呢 因為他目前為止 他把四面包圍起來之後 你看 他們用這種切方塊的方式 你比如這樣 四面包操 把它切掉 切掉 就可以用切香腸分割你 分割你之後 一個一個把它吃掉 對 目前為止 他們就不斷地在這裡面 反正我只要發現到 疑似是哈馬斯的軍隊 我就開火 開火了就把這個房屋炸掉 炸掉之後就開始掃蕩 所以目前為止 北加薩這個地方 已經完全變成廢墟一片了 還不只完全變成廢墟一片 保證啊 這個加薩走廊的以色列軍人 還做了一個 非常具有挑釁的動作 就是這個動作 這什麼 他們在一個圓環那邊 把這個土挖空 堆了一個小土丘 堆了一個小土丘 上面就插上以色列的國旗 那你知道加薩走廊 這可是巴勒斯坦的土地 這是伊斯蘭世界 對 你這邊插上以色列國旗 何等挑釁啊 所以他們就象徵說 我們已經勝利了 所以北加薩 大概已經掃蕩完畢 現在要進行的是南加薩 南加薩就是這個 可汗尤尼斯這個地方 你看以色列軍隊 已經開始進去了 對 開始進去之後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一試 懷疑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辛瓦爾 他可能也是藏立在這個地方 你說這一次 整個發動攻擊的辛瓦爾 對 本來因為在加薩北邊 他趁著這個所謂的 等於說開放停火日 對 跑到南方去了 對 所以現在開始呢 要進行這個圍剿 那除了圍剿之外 因為什麼 我說這個 對伊朗一個挑釁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你看 真主黨也動了 然後這個 葉門的青年軍也動了 那這後面誰 一定就是伊朗搞 所以我現在 以色列就 先把伊朗的燃油場 把它炸掉 所以 你剛才知道 老闆我們在跟著畫面 我現在 以色列已經清除了 加薩尼斯這個地方 我也包圍 包圍我們就覺得 這個辛瓦爾就在這邊 就沒想到 北邊的真主港 南邊的這個 這個胡塞組織 全部都對我發動攻擊 在這樣狀況下 整個以色列 一步做二無休 直接把伊朗 導播來看一下 直接把伊朗的油庫給炸了 所以這就是警告你 不要輕舉妄動 我知道誰在後面 塞狼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 以色列在目前為止 他們真的進入 最後的這個階段 我就講嘛 他們在北部巴斯 這個加薩這個地方 你看 這在加薩這個 加巴利亞這個地方 他們有激烈的巷戰 你看 現在已經打到完全都是巷戰 那像這樣的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因為隨時都會出現 你看 穿著便服的軍人 就出來了 出來就對你開槍 所以現在雙方是 近距離在互相搏鬥 就是穿著便服的 這個哈馬斯的人員 就對著以色列開槍 所以在加造走廊 是每一個街道 對 每一個城鎮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建築都在攻擊 對 但是目前為止 以色列是用所謂的包圍戰術 然後用分割 切割的方式 廣格化在清理戰場的一個狀態 另外一個你看 除了這個在地面上 讓人員清除之後 開始挖這個摧毀他們的地道 不斷的摧毀地道 那甚至還炸這個學校啦 然後炸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整個北加薩裡面來說 以色列向戰呢 因為已經把這個路面上的這個 建築物清除得差不多 打得是還蠻順心的 那往南加薩去打的時候 我們就講嘛 甘尤尼斯這個地方來說 他們砲轟 為什麼要砲轟 因為你跟我嗆聲 怎麼跟我嗆聲呢 以色列這個哈馬斯 被打到這個滿頭包 他就說這樣 欸 你如果沒有交換 沒有談判還有滿足 我們抵抗運動的要求 就是換人的話 如果你敢攻擊我們 你們的支持者 還都沒辦法帶走活著的人質 也就是說你 放話了 你敢動我 我就殺人質 所以現在在哈馬斯 還有137個人質在他的手上 現在講說你如果 就我進行攻擊 沒有一個可以活著離開 對 結果沒有想到 納坦雅胡的回應是 繼續打 他沒有在理你 反正我就繼續攻擊你 好 所以你看他馬上 你腳裡面都有 馬上攻擊甘尤尼斯這個城市 炮轟炮轟 那炮轟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已經發布了 他說你現在在甘尤尼斯 我們現在要攻擊甘尤尼斯 所以在甘尤尼斯所有拼命 你能走就走吧 因為我們知道 新華爾躲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都是已經開始展開激烈 跟北加薩一樣的激烈的巷戰 你看房子都已經被打成這個樣子 繼續打 繼續打這個狀況 那真的打到這樣為止來說 你看 因為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在南加薩這個地方 也已經出現了部分的難民 那你知道聯合國 或是那種救亂組織的 這個食物到達之後 大家你看 大家完全都搶著去找 他們的這個食物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 南加薩也進入 被以色列圍困的一個狀態之中了 美國本來要去 有一個譴責案 他被美國擋下來了 這個譴責案 剛剛講以色列也太狠了吧 之前不是講嗎 很多人都說 躲在這個所謂的地道裡面 結果以色列真的水淹漆驅 我之前本來想說 他們要用水溝直接灌 我想說那是開玩笑吧 都不是開花片 他們真的弄來馬達 真的弄來鋼管 真的弄來這個所謂的水袋 他真的把這個水 直接沖到隧道裡面 張姐我們看 因為水這個地道裡面來說 最好用什麼溝 用水溝嘛 所以他們就決定 以色列就挖水溝 用引水進來 用海水要溝 那你知道這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原本哈馬斯的人員在裡面走動 突然之間不對 怎麼會有水的聲音 就水的聲音 這個是哈馬斯拍的 對 他們就覺得不太對 然後馬上就來水了 然後大量的水進來之後 這些人員沒有逃命的空間 你知道 就趕快往上面跑 他們直接把加壓器 加壓器直接把海水灌進去 你看那底下就地道 地道就衝進去了 對 然後很多這個哈馬斯 突然發現到說 因為他們在地道 地道下面沒有燈光 但是他們聽到水聲 不知道水聲從來 衝到自己之後 他們之後往上跑 因為往這個地道口跑 結果沒想到 以色列軍方在這個地方 你頭探出來 就直接把你幹掉 所以就用這樣的方式 他們這樣清楚了非常多 所以我一邊水淹齊均 把海水灌到地道裡面 那你在很多的出國 你會跑出來 我就在這邊守著 對 只要你探出從來 我就開槍 隔壁就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北部 他們目前一直在引這個 那你知道 美國就說啦 沒有錯啦 因為以色列在11月 已經在北加薩 下堤難民營附近了 完成了五套胖埔 五套胖埔 他就這樣 抽海水 他就從地中海不斷的抽 他抽了還說 保健 每小時能夠抽 數千立方公尺的海水 這樣灌進去 所以灌進去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 所以人來說 沒有多久的時間 這個北加薩所有的地道 大概完全都會灌滿 被淹沒了 海水 那他們就根本 哈馬斯根本沒辦法 生活在這個地道裡面 一個狀況啦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以色列不是只有 針對加州人家 他在真主黨開始開火 他現在也去警告胡塞組織 然後更誇張的是 他遠程跑到了伊朗 去炸人家油口 對 我就講嘛 事實上目前為止 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候 誰都不能夠幫這個 所謂的哈馬斯 那為什麼要這樣 你看 這個以色列北邊來說 就是黎巴嫩 黎巴嫩來說 我們知道有真主黨 真主黨目前為止 跟這個以色列 互相交火 你看他們發動 非常多的火箭啊 然後發動了這個自殺 他試攻擊 去攻擊以色列這個陣地 好結果沒想到 以色列呢當然就 不是省油燈 以色列就直接講 納太亞吳就說 如果你真的 再跟我攻擊的話 我貝魯特 將變成加薩 太可怕了吧 所以他跟你嗆聲 貝魯特將變成加薩 對 欸他就直接這樣嗆聲 那當然啦 目前為止 這個真主黨也是 對你進行攻擊 所以現在雙方來說 就在互相交火 這是在貝魯特 在北邊的這個真主黨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就是胡塞組織嘛 胡塞組織裡面來說 青年運動軍在這個地方 在夜門這個 他們怎麼做呢 我們在夜門這個地方 剛好經過 進入鴻海 然後經過蘇利市運河嘛 他們在這個地方 劫持非常多的商船 他們還劫持著 這個英國的這個商船 那還劫持著一艘 一次是以色列的貨船 結果後來被證明說 不是以色列的貨船 是日本的油船 結果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就是這樣 一直想要發動這個攻擊 所以那目前為止 以色列的國防部門就說了 我們以色列會給你 全球一些時間 然後剝化阻止相關的事情 如果沒有接到 國際行動安排的話 我們以色列要用行動來清除 青年運動的海上圍困 所以就是說 以色列要出手了 對 它要出動海軍 打到這個地方 以色列在這邊 它要出手打到這邊來 那到底用什麼方式 我們不知道 所以它事實上 目前以色列已經殺到 這個哈馬斯到最後一刻了 千萬不能夠讓你喘息 絕對務必要把你殲滅為止 按照市中剛剛那樣講 現在整個加薩戰爭的這個局勢 將要進行收尾的階段嗎 就算國際社會怎麼樣的攻擊 以色列還是掌握所有的戰爭節奏 而且這個戰爭節奏 我是隨時可以對珍珠島 我隨時可以對胡塞組織 我隨時可以對伊朗發動攻擊的 對 我們知道戰場上 誰能夠主導這個戰事的規劃 以及戰事未來方向 這是贏者才能做的事情 你看以色列他開始做一件事情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南方城市 甘尤尼斯這個地方 這代表一件事情什麼 戰事準備要收尾了 他收尾了 對 那戰事要收尾有幾個重要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東西 他能夠全面的站住加薩走廊這個地方 現在北方的加薩市已經佔領了 全面佔領喔 南方的甘尤尼斯進來之後 再往下走就是跟埃及街南拉法市 那現在呢他又做另外一件事情 他去警告那些有可能會對他攻擊的國家 比如說伊朗 那這個油庫大爆炸應該就是以色列幹的 你覺得是以色列幹的 為什麼呢 在警告伊朗 你千萬千萬不要給我在背後給我動手 你給我動手的話 我今天先炸油庫給你看 對 下一次可能炸彈藥庫 下一次可能炸你整個軍火庫之類的 可能有相關的戰機等等之類 給你把它炸掉 就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後勤補給都可以被我摸掉了 對 那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呢 而且照講在這個階段裡面 伊朗應該也要提高戒備 像油庫這麼高的這麼重要的設施 你應該是要全面戒備的 怎麼可能讓人家來去自如 然後把18個油槽炸掉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然後另外他就警告真主黨 所以如果你黎巴頓這邊太囂張來講的話 我就把你貝魯特變成跟加薩一樣 還有這個胡塞組織 胡塞組織現在就在攻擊這個 前往以色列的紅海的船隻 那現在以色列也對國際社會講說 你們趕快處理 聯合國你不處理的話 不好意思我以色列要來處理 有一個國家那麼囂張 剛好這個以色列為什麼他要掌握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說他時間一拖下去 你知道全世界的輿論來講的話 七嘴八舌 如果每個人每個公公婆婆都要聽的話 你要聽美國的 你要聽中國的 你要聽俄羅斯的 你要聽誰的 你要顧及到人道 這個戰事打不完 所以你說戰爭一久 什麼怪事都會發生了 對 你戰事一久的話 第一個你的執政者可能因為什麼 就像現在折倫斯基一樣 很多人在反叛他 你現在連軍方來講的話 可能都會不變也不一定 對 那內部來講的話 他要停止選舉 但也不知道民意怎麼樣 然後很多人要討的討也有的 而且戰事一直僵持不下 接下來提供他資金的美國 也會有維持的 對 到最後來講的話 美國國會現在不是已經為了預算這個事情 不給錢了 不給錢的情況下 折倫斯基怎麼打下去呢 然後互相批評 所以到最後說不一定 折倫斯基會被搞下台 也不一定 那拉塔亞胡呢 他展現的就是那個執政者的魄力 我今天就是要這樣做 我今天就是要豎清這個恐怖分子 所以我今天進到架上 任何人批評都沒有用 所有戰場的規劃跟時程 完全由他一個人來掌控 好 玉鳳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也非常誇張的是 今天在伊朗的東部 居然發生了一個大爆炸 這個大爆炸有18個油槽 18個油槽全炸掉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以色列一直在打這個加薩走廊 但是他上面的黎巴那呢 上面有真主黨 一直對他的騷擾 所以呢 以色列不忍了 一次就炸了18座的這個油槽 而且呢 是精準打擊 你看喔 這個過去之後呢 砰 打下去之後呢 馬上農業密布 但是旁邊的地方 都沒有受損 他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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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打了幾個 打了18個 打了18個這個油槽大概多少 多少油呢 150萬公升 就直接把你給炸掉了 也就是說 現在我在加薩走廊 我已經要做最後的清理了 在最後清理的時候 真主黨一直在騷擾我 夜門組織的胡塞組織 也一直在騷擾我 而這個 不管你是真主黨 不管你是胡塞組織 背後老大哥是誰 伊朗 老大哥就是伊朗 所以我直接對伊朗開刀 我直接把伊朗的18個油槽給炸掉了 對 因為伊朗在後面 然後呢 一直提供武器 一直提供資源 給這個夜門的這個青年運動 還有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 所以他乾脆就把你給炸了 炸了之後呢 告訴伊朗說 你不要再鬧了 我現在要收尾了 因為我在加薩走廊 已經走到了 最後最後的一個階段 最後一里路了 所以最後一里路 我把它走完之後呢 加薩走廊就被我盪平了 沒有問題了 但是你伊朗 不要一直來這個騷擾他的一個周邊 那 剛才講的 現在在加薩走廊 對 走到最後一里路 而且我覺得更誇張的是 他們連水工都來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講說可以到 已經到了一個戰爭的一個後期了 好 尤甘尼斯這個地方呢 已經打到最後面 尤甘尼斯已經要靠近埃及那個地方 為什麼要去打尤甘尼斯呢 因為他在加薩走廊的南邊 對 他已經在加薩走廊的南部了 已經在最後面 因為他們要去打西英瓦爾 西英瓦爾其實他們已經找了很多次 但上一次在整個蒐集的過程當中呢 整個收縮的攻擊裡面 他竟然坐上了救護車 假裝是病患 所以呢 跟著這個救援組織一起跑走了 跑走了之後呢 現在辛瓦爾在哪裡 在甘尼斯 所以他們要去抓他 可是現在在加薩走廊這個地方呢 已經走到最後最後的一個武器了 因為現在來講 地道他們搞定了 他們非常非常的厲害 知道這些加薩走廊 不是有哈馬斯的地道嗎 不是說這些地道的長度有500公里嗎 他們去找了水 然後呢 找了加薩馬達 這些水從哪邊來的 從地中海來 所以呢 地中海的海水是源源不絕的 他找了這些地中海的海水之後呢 加薩直接灌進去 灌進去說 有這個影片 影片呢 裡面呢 就發現說 奇怪 什麼 這個水的聲音 跑進來了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呢 他們就趕快拍了影片之後呢 發現不行 這個水好像是無窮無盡一樣 一直灌進來 結果就跑出去 跑出去之後呢 現在就想了 看看 這個都有什麼影片來作證 然後呢 為了灌這個加薩說 好 他們我們看喔 這個是以色列的部隊 以色列的部隊剛剛講的 我就是用長長的水管 用哪一座加薩器 把這水管弄到地道裡面 然後地道裡面發現 你看看 這些光著上升的就是哈馬斯的人 哈馬斯躲在地道 根本待不下去 全部都出來投降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它最可怕的是說 你沒有選擇 你往下就死路一條 你全部都得跑出來 就像我們小時候在想想灌斗糕一樣 而且它用的是地中海的海水啊 所以它只要加壓之後呢 它的海水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呢 這些哈馬斯 從地道裡面 根本你看喔 它好像是隧道一半 很多人根本只是穿著上衣 或者是褲子都沒有穿好 很多人是直接就赤裸 就從地道裡面被逼出來 被逼出來之後呢 他們非常的 以色列就直接把這影片拍下來 然後呢還叫他們把武器 一個一個交出來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所有這上百人 都已經變成他們的戰俘了 所以哈馬斯現在要怎麼打 其實當沒有地道之後啊 對哈馬斯來講 後面根本是打不下去 不是也太狠了吧 用水罐 對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灌下去之後呢 其實他們擊殺了非常多人 這個攻勢是一波一波的 所以他們公布的這幾個人 包括甘杜爾 甘杜爾就是這一次 加薩北部的一個軍事指揮官 然後他的副手 拉甲部也被抓了 然後更可怕的是 一普拉星 這張照片就非常有趣了喔 這張照片就是我已經水淹齊菌 把水直接灌到地道裡面 灌到地道裡面就像 這幾個畫圈圈的 就是在這一次水攻之後抓到的人 而且這五個當場擊殺 對 這個照片在裡面拍的 其實就是在哈馬斯 他們加薩走廊的地道裡面拍的 這是地道裡面拍的 所以在地道裡面 所以你看喔 他們還有什麼 餐桌上面還有一些水果 還有一些飲用水 他們在過去過得還不錯 可是這一次水灌下去之後呢 把他們逼出來了 然後呢這幾個 包括軍事指揮官 包括銀廠 還有這個也很重要 阿卡巴 他是負責無人機計畫的 這幾個當場被擊斃 所以呢對這個哈馬斯來講 其實你現在已經沒有投了 沒有投之後呢 後面的收拾只是剩時間的關係 剩多少時間 處理掉 但哈馬斯就結束了 好 手 現在整個加薩走廊 真的已經完全被你實在控制了 而且他不但完全控制了 周邊國家 現在除了真助黨以外 幾乎沒有人敢蠢透 現在以色列國王部長講 哈馬斯已經失去了 對加薩走廊的控制了 沒錯 目前的這個以哈衝突 已經來到了最終的一個篇章 什麼篇章 叫為列辛瓦爾 為列辛瓦爾 為列辛瓦爾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以色列國王部長 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這個加薩走廊 已經完全被我們控制 哈馬斯已經完全沒辦法 控制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 這個娜塔亞胡說什麼 我們要贏得最後的勝利 最後的勝利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目前為止來說 以色列軍方 不斷地壓縮壓縮壓縮 壓縮到目前為止來說話 大概已經把這個 哈馬斯的這個集團 壓縮到約莫 在西法醫院 聖城醫院 還有印尼醫院中間 約莫是0.5平方公里 左右的位置就在這邊 0.5平方公里 對 所以你說西法醫院 印尼醫院跟聖城醫院 底下有很多的通道 是的 現在西法爾 就在這個三個通道裡面 對 跑來跑去 對 目前為止來說話 以色列軍方的評估是說 他可能在西法醫院的下面 下面大概這個地方最深 大概有30公尺左右的這個隧道 他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才說以色列已經慢慢的 這個包圍網把它縮緊 縮到最後準備要獵殺辛瓦 如果獵殺辛瓦之後呢 這個就徹底的 這個勝利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本來講說 不但是已經完全控制這個地方 甚至剛剛講的 這裡面有多少個 哈馬斯武裝成員 然後這些武裝成員在哪裡 他們要怎麼樣的圍列 對 都已經出來了 對 沒錯 根據以色列軍方的評估是 大概還有1000名左右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軍力 要圍殺這邊太容易了 所以現在我就說是 圍殺 獵殺辛瓦爾的一個狀況 好 但是你要獵殺的時候 周邊的國家坐不住了 譬如說像黎巴頓 黎巴頓這幾天 正主黨跟以色列軍方 就開始在開火 開轟了 也就是說黎巴頓也知道 我不趕快在這個時候 點火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 加薩手龍沒多久的時候 就淪陷之後 我就沒有作戰 跟以色列作戰的任何的理由了 我沒有叫百分錢 對 同時之間呢 這時候拜登下令什麼 拜登下令F151去炮轟 敘利亞 那你轟敘利亞要做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美國認為說敘利亞 這個阿布馬 凱勒呢 還有包括說像薩雅丁呢 這些可能都是要秘密支援 這個哈馬斯的相關後勤呢 我就把你轟掉 把你轟掉之後呢 目前為止 哈馬斯你不但盟友沒了 你的後勤也沒了 所以現在就是以色列 就在這個地方圍列辛瓦爾 一旦圍列成功 就整個戰事 大概可以高一個初步的段落 好 我們看到 現在最新的戰況就是 以色列已經完全掌握 扎撒走廊 扎撒走廊現在只有北邊的 黎巴頓還有一些炮火 在那邊互相攻擊 那大家本來擔心說 你這個敘利亞 你這邊包括伊朗 你會不會這個遠程進行攻擊 沒有想到拜登居然在 11月12號晚上深夜 派F15又是F15 開始轟炸敘利亞 對 不過等於是警告你伊朗 警告你伊朗不能輕舉妄鬥 而真的伊朗現在 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打到什麼程度 我們只要從哈馬斯的態度 哈馬斯從一開始不要給你換人質 先來看 我們願意用以色列人質 他用以色列人質 以色列人質 交換五天休戰 然後我們這個資源可以進入加上 你想說 以色列可能同意 當然不可能同意 連這樣都不同意 當然不同意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我多困你一天 你多慘一天啊 所以事實上目前我們就講 這是目前為止 他們以色列軍方公佈了 這個三個醫院嘛 三個醫院中間來說 你看密密碼碼的這個狀況 他們就認為說他就困在 這三個醫院中間的地道裡面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他們認為說是西法醫院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西法醫院呢 是結構最好的 因為這是以色列當初的 在加薩走廊所留下一個以色列人 蓋的這個醫院 所以蓋了醫院來說 他的架構最好 結構最好 所以以色列就 所以呢 他們這個巴勒斯坦人呢 就再把它持續的擴大擴大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說 這個地下就是哈馬斯的指揮中心 就在西法醫院 而且西法醫院應該是整個這個 目前為止通道的最重要的核心所在位置 所以他們現在把圖都交代出來 我也不怕你知道 這個就是西法醫院 西法醫院周邊 哪些是關鍵的建築物 哪些是你的通道 還有這個地下通道 連接到地下有多三 三十公尺針 都交代出來 對好那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以色列也公佈非常多 他說為什麼 你看就是說你怎麼炮轟這個醫院 他就說你看這是西法醫院 西法醫院後面附近的這個地道裡面 你看這裡面是我們查出來的 有大量的武器在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我就講 這個以色列就 我覺得這次以色列做得比較好 讓人家幾乎沒有落人口石 就是他同時才公佈 我炮轟醫院不是亂炮轟的 我是真的你看這麼多這個武器 你敢說這個所謂聖城醫院 或是西法醫院 它是真的是醫院而已嗎 你說這個是西法醫院 對 西法醫院旁邊的地道 旁邊的地道 全部都是武器庫 對 沒錯 所以以色列是一面轟大 一面機構 然後一面拍照存證 對好 那我們怎麼拍照存證呢 以色列就說你看 這是以色列軍方發現到的 就當他們在進攻的時候 突然有這個人 他就拿著這個火箭筒 攻擊以色列的這個相關的飛機 從醫院出來 相關的人員 好 那你講這個人到哪 什麼地方 這是以色列當初他拍到了 叫他們把他放大 就說好 你說這是什麼人 他就這個人就在這個地方 他就從醫院裡面跑出來 這個醫院就是聖城醫院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你看 我們以色列說的都是對的 對 他從醫院跑出來之後 拿著這個手電筒 拿著這個火箭筒 攻擊以色列的軍方 所以他就是你看 那從哪裡跑出來 所以就是顯然這裡面 不但有秘密通道 可能裡面還有武器 都藏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不但要會打仗 我還會設議 沒錯 他就要整個這個 為了要這個不落人口實 為了要取得這個新聞 新聞的這個認同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以色列軍方現在還會拍影片 這是一個以色列的這個軍人 他就說你看 這是加薩的兒童醫院 那加薩的兒童醫院 他就說了 這個兒童醫院在那個地方 結果沒多久 你看往旁邊走走走走 你看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這個總電線的這個開關 總電線開關 你再往旁邊走的話 你就發現到旁邊還有一個入口 入口來說 原來就是地道 又是地道 然後地道下面來說的話 真的就是非常多 你看他們下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在這個地下 這個兒童醫院發現到了 你看地下室裡面來說 你看如果真的是兒童醫院 那你為什麼還有手榴彈 還有炸彈背心 還有其他炸獵物在這個地方 然後在往旁邊走過去的時候 還有很多醫院裡面 還發現這種摩托車 摩托車 他們已經確定了 這就是10月7號 好像是以色...這個哈馬斯 攻擊以色列人質之後 所騎的摩托車 就是那時候穿越邊界的摩托車 對 甚至還疑似 把很多人質帶回來 就是用這種摩托車裝的 那另外還有包括說什麼 還有非常多的這個 扣留人質的這個跡象 因為好像有一些外國人的東西 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事實上 他就證明說 你看這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炮轟醫院 這醫院真的下面都是 哈馬斯相關武裝分子 在這個地方 難怪不知道 他的情報系統 他的整個偵測系統 也做得太厲害了吧 對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現在新瓦爾 他真的無路可逃 為什麼無路可逃 他現在只能夠到地道裡面流竄 那你想說沒關係 然後他就跑上來啊 我跟你講 他只要一上來之後 他恐怕馬上就被殺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軍方他們這一次動用了所有的 所有的 他們可能用了任何的情報 你知道以色列每個師 還有每個情報戰隊 都有一個叫做ADN的這個單位 這個ADN的單位就是 他是負責整合後方所有的資源 你只要給我相關的data 我可以譬如說 這我們其實大家講兩個故事 一個故事是什麼 以色列國防軍 他們在這個當地的這個 有一個叫做戈蘭女 一個情報小組 通知當地的這個部隊說 我們發現有十個 這個哈馬斯的特工跑出來 然後他們又馬上下令去攻殺 攻擊 結果沒多久之後 這十個這個所謂特戰人員來說 哈馬斯的這個 這個所謂情報人員 有七個馬上就被幹掉了 也就是說 我只要看到你 我就確定你是誰 我就把你幹掉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這是機動中心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 他們哈馬斯的指揮官 叫艾哈麥德這個塞姆 他是怎樣 他其實在下面 那下面的時候他想說 欸我這個一直一直沒辦法殺到 想說不然我就上來 這個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結果他一上來之後 以色列軍方馬上就派無人機 就把他獵殺 他馬上就掛掉 一出地面就被獵殺 所以就是說現在 現在人家都說 你只要一開口 你只要一講話 或是你一現身 以色列軍方就馬上 就可以把你拘殺掉 所以我才說現在為止來說 這個我才說 為什麼新華爾 現在只敢躲在地底下 他現在只要一上到路面上 他可能隨時就有可能 會被擊斃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 現在不只說 以色列已經完全的操控了 加薩走廊 我覺得更可怕的是 居然在拜登的下令之下 連續三度 一個在10月26號 11月8號 11月22號 而且這三個 都是動用的 動用F-15 我們知道F-15的 載彈量非常大 而且 它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戰風機 還有點說 針對整個 叙利亞 叙利亞更誇張的是 都是針對伊朗的設施 進行狂轟濫炸 炸了三次之後 伊朗不敢輕舉妄動了 其實再加上裡面的話 以色列他對付哈馬斯 措受有餘 他現在的獵殺行動 已經做到了最後篇章了 可是大家知道 哈馬斯後面是誰 就是伊朗 伊朗一直在不斷的經援他 所以呢其實在 敘利亞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零星的炮火 加美國勞大哥自己出來了 拜登簽署了命令去轟炸吧 轟炸的都是敘利亞 境內的 伊朗基礎設施 大家就知道了 艦指伊朗 而且是真正的把 伊朗的東西給炸掉了 而且他們用的是這個 F-15E 直接用彩彩量最大的 然後可以打到 外星的這種彩彩彩 直接去進行轟炸 你說美國曾經用F-15去發射火箭 發射火箭居然 把一個空中衛星給炸掉了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15E 直接去炸哪些地方 10月26號的時候 去炸這個敘利亞 那個伊朗跟附屬屬資的 一個基礎設施 11月18日 與德赫蘭相關的武器儲存地 11月12日 也去炸了阿布凱馬勒 以及邁亞丁 這些地方 都是伊朗的基礎設施 都是伊朗的 除彈的一個地方 這麼明顯 這麼用力 告訴你說 我有F-15 你不要再給小 而且我就是 把你清清楚楚 點名桌架 我給你炸掉 但不對啊 這個有趣在哪裡 有趣是美國五角大廈 發言人講說 在這個尾巴衝突之後呢 美國在敘利亞跟伊拉克 已經遭到38次的襲擊 38次的襲擊 它指控什麼 指控是你敘利亞 對 是你伊拉克的民兵組織 你對我的美軍基地 進行火箭彈的攻擊 那你要找也是找敘利亞 你要找的是找伊拉克啊 就你怎麼專門烘敘利亞 你不但烘敘利亞 剛剛看到三個基地 都是伊朗跟他的輔設施 都是德黑蘭的 相關武器俗稱廠 今天阿布凱馬勒跟邁亞廷 也一樣都跟伊朗有關 你根本就是衝著伊朗來的嘛 對 這就是 國際情勢的一個 唯妙之處 現在來講 美國五角大發言人 說的是38次的一個襲擊 有人受傷 但這38次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是由火箭彈去零星的攻擊 你現在 美國出動的是F-15 所以呢 這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說你不要讓我 逮到一個這個或藉口 我就去轟炸你 而且呢 我轟炸的 都是你伊朗的相關設施 所以是警告伊朗 對 就是警告伊朗 難怪伊朗現在不敢動 對 就是你 叫你說你不要再 找你那些小弟 弄一些火箭彈來找麻煩 如果是相關的一些平衡的話 我這樣炮彈升回去就好啦 F-15開出去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的載彈量 是非常充足的 F-15很可怕嗎 對 我們F-15其實來講 你轟過去之後呢 可以移為平地 你不管是坦克 不管是其他的戰機 它大量的一個載彈 非常高的一個火藥當量 直接炸下去 你會移成平地的 所以呢 現在來講 伊朗的這些基礎設施 我把你打掉 就是叫你不要再給一下 好 那另外就是 現在美國軍人也公布是 現在伊朗 你不要再這邊裝了 因為現在哈馬斯 都是你支援的 你一年大概給他的1億美元 你怎麼給的 現在已經確定了 是加密貨幣 現在連美國把這個 加密貨幣的管道都封鎖起來了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伊朗要用一個哈瓦拉網 這個東西呢 找一些孕婦 找一些商人把錢帶進去 或換成是黃金的條塊 再把它換成金元 但現在來講 美國直接公布 你從2021年來 你都做些什麼事情 你已經把4100萬美元的 加密貨幣給了哈馬斯 而且呢 你從哪個錢包到哪個錢包 誰去提你的 我都把你勾擊出來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如果你在用這個平台 給錢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對你 做一些經濟的制裁 甚至呢 你在不小心F15 就飛過去了 除了它可以飛到敘利亞之外 飛到你的伊朗 也是綽綽有餘 好的 現在 只剩下真主黨 一些零星的炮火 而這個真主黨的零星炮火 有對以色列造成威脅嗎 其實真主黨的零星炮火 在過去以來都是一個 宣誓意味比較濃 感覺上就是說 我之前都是拿伊朗的一些資源 我在這個時候要做點事情 但是呢 打出去之後呢 如果你在更小的話 可能你面對的就是 更大的一個轟擊 以色列來 對這個真主黨來講的話 打他們是剛好而已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做這個真主黨的零星炮火 因為我們要來講 還有很多人 我們想說 我們要去做這個真主黨